会被我们正在安装A的文件所覆盖 就你现在正在安装一个软件包A 它可能会提示出来一个软件包B 跟它是一个覆盖关系 意思就是它可能会覆盖它 可能会覆盖它 问你是否要确定 第五种是冲突 冲突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装软件A 那么如果系统里面 已经存在了B 那么这个A可能装上也无法运行 所以它就会告诉你冲突了 冲突怎么办呢 就先把B卸载掉 再去装这个A 对吧 第六种就Providers 那么代表是什么呢 这个A包含了B里面的所有功能 好 这些理论性的东西 大家先理解一下 必须要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在Lenix里面 软件包的优先级和软件包的依赖关系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在Lenix领域我们常见的两种软件包 一个是RPM 这个我们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红帽子 Red Hat Red Hat定义的我们的软件包的这样一个格式 那么很多人以前最早学习的时候 都是通过RPM来进行一个软件的安装 对不对 那么后来我们的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其实跟红帽 其实在红帽之前就已经出名了 只不过没有红帽当时发展那么好 叫Dibin 这个操作系统定义了一种软件包 叫Dib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拆开来看就叫 Dibin Binary 对不对 二进制文件 还有一种格式叫D 叫DS好像 对 就是Dibin Source 就原代码的这样一些包 那么 这个包就是它的 Dibin的Linux操作系统的 二进制文件的软件包 也就是它的一个程序的安装包 那么我们知道Ubuntu Ubuntu的其实在软件包这块的机制 是基于Dibin所过来的 所以Ubuntu直接也都是用了Dibin的这个软件包 也都是用了这个Dibin的软件包 那么相应的 既然有了这样一些软件包格式 那么针对这些软件包的管理 我们肯定会有一系列的这些工具 对不对 我们肯定会有一系列的这些工具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Ubuntu下面的软件包的安装工具 以及它的一个作用 软件包安装工具的作用 一般就是这样的几个目的 打包 就是把你自己写的一些程序 打包成一个软件包 其二就是查询检索包信息 包括相关的依赖信息 其三是安装卸载相应的软件包 那么在这里有这样一些工具 比方说D-package D-package 就是package的缩写 所以很容易 这个工具怎么去记忆它呢 就是Dibin Dibin包的package 就是Dibin package 这样的一个缩写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Dib包的常用的管理工具 我们后面都会用的到它 还有一个工具 叫D-package Dib 这个也是类似的工具 第三个工具是apt 这个后面我们会常常用的到 就是在线的一些智能管理的 在线智能管理的一些工具机 还有DipTilt DipTilt 这个是更加强大的一个在线管理工具 好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在我们现在说的方法里面 我们之前说了有三种方法在我们Linux里面来进行程序的安装 第一种是什么呢 直接下载我们相应的软件包 这个软件包我们现在说了在Ubuntu下面我们就是Dib包 那么所以说我们待会就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直接下载我们的Dib包来进行一个安装 那么其二就是下载原码进行安装 其三就是通过在线的程序管理包来进行安装 那么如何进行第一种方法的安装呢 实际上我们就会用到一个这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Dip Package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那么这个Dip Package 我们在Ubuntu安装完了 就是安装好了之后 默认就会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我们的Linux 看一下这个包怎么样来使用 这个工具和这个包怎么样来使用 我们看一下他默认的我们说就装好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一下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帮助 你看他就说了这个是一个for Deeping的这个包的管理工具 那么这个包的管理工具有很多的选项 包括B Build C Contents I Info 看信息这些我们常用的我们都是很容易去理解对不对 很容易去理解 我们重点就是要查怎么样让他去安装对不对 学习一下怎么安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i后面跟上package就可以了 跟上package这个文件 那么怎么去卸载呢 -r看到没有 remove -r remove 那么这个remove后面又还有一些参数 包括用-p啊 -p的这种参数 -p就代表了perg perg是代表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 应该是清理的更干净的意思啊 我们先保留这个疑问 对吧 OK 我们看到最基本的我们就看到了啊 最基本的两个命名 我们最关心的我们就知道了 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看这些帮助啊 这些帮助 最后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我们在针对这个包管理工具最常用的几个命令 一个是-i 当然这是install了 install 就是用来进行安装的 其二是-r 就remove 移除 其三是-p 大p 就是perg 对不对 perg是什么呢 是移除包和配置文件 这个只是移除了我们安装程序的包 但是可能配置文件还保留 而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的包和配置文件就都已经移除了 最后还有就是-l 就是list的意思 列出安装包的这样一个清单 列出安装包的这样一个清单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这样一个演示 算是我们在这里 下面我们把演示都罗列到一起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通过这种方式 地面包的方式来安装一下 aptitude 这样一个工具 aptitude 我刚刚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apt的这样一个包的管理的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工具 好 我们来看 我们进入到download 我已经到我已经到官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到官网去下了这样的一个包 这有一个dip对吧 这有一个dip这样的一个包 那么既然下了他的话 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安装 那么我们怎么安装呢 还记得吗 dpackage-i就是install 然后apti 大家这个地方可以untab 对不对 可以untab把它补全 好 然后我们来回车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回车能不能操作啊 就能不能成功 是不是不能成功啊 因为他提示我们需要什么 super user啊 需要super user 所以我们就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字面意思来说 应该说已经是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如果想知道效果的话 我们只需要执行 他这个包的一个命令 只需要执行 这个包的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叫什么命令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包叫appity tool的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一下 appity tool的这个命令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一个比较 复杂的这样一个程序 对不对 看似比较复杂的 那实际上这个程序 我们大概的也知道 什么安装软件包 你看没有 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去选择 和安装软件包的 你可以去选择什么mail啊 工具啊 网络工具啊 就很多都可以去选择 就很多都可以去选择 这个软件 这个工具 我们暂时不去使用它 以后有机会会讲到 我们事实上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不用这种比较复杂的 除非你是批量 大批量的在进行安装的时候 好 我们退出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装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卸载 那么卸载的时候 有的朋友还大家还记得命令吧 是不是用remove或者杠P 大P就partgy的意思 对不对 就连这两个区别一定要搞清楚 一杠P是连带的配置文件 一块就卸载掉了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地方执行这个命令 对不对 很简单是不对的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卸载的 不是这个软件包 而是要卸载我们已经安装好的安装包 安装包的名字叫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package aptitude aptitud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只需要 用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aptitude 好 请你卸载 OK 卸载成功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之前的命令是否还管用 大家看 是不是就提示就没有这样一个文件了 就没有这样一个文件了 而我们刚才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通过man进到这个命令去看 他会有详细的这样一个解释 但是其实你通过这些学习啊 很详细的去学习这些软件包 你会你也会发现 最后他做的这个安装过程的这些机制 实际上还是这么回事 还是这么回事 好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还会提到这些内容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安装和卸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如果说我想看一下什么呢 我想看一下这个包的一些信息 我想看一下deb这个包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这个应该不用sealue了吧 我们刚刚说可以用大l把它list列出来 这些具体的参数 大家不用死基因呗 直接去通过man进去查询哈 好 我们来看通过l把它列出来 列出来过后 他就会提示你说这个包没有被安装 对不对 没有被安装 那么用这个命令 他可以去检测我们的这个包 也就是-info 通过contents可以列出里面这个包的所有内容 我们的软件安装包 其实也是一个压缩包了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压缩包 好 那我们就来执行这两个命令 来看一下效果 info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eb安装包的一些信息 详细的一些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他要把这个信息列得非常详细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 说OK 这是一个deb package deb package 然后它的版本是2.0 然后它的大小是多少 大小是多少 然后这个包的名称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哈 你看它的包的名称在这里 所以这个包的名称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卸载的时候 要输这样一个attitude token 这样一个名称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包的名称 对不对 还有下面还有就是版本 还有就是版本 还有它的所体系架构 i386的体系架构 还有我们的ubuntu ubuntu的开发 开发者是谁来维护 谁来维护 维护者是谁 安装过后的预期的大小 以及这个包 我们在安装过程中 它可能会用到的依赖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可能会遇到依赖包 哇 居然需要这么多依赖包 大家想象一下 这些包 如果这些依赖包 我们没有去安装的话 我们这个 地步这个包的安装会成功吗 我可以明确的告达 大家是不会成功的 它会提示你缺少那些那些包 所以我们就要先手动去安装一备一个的包 依赖包 最后才来安装它 这个也是它很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用这种方式来装软件了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些推荐包 这个是建议包 还有这是冲突包 大家可以看这些词是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软件软件包的几种依赖关系 你看这就提到了 对不对 这就提到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先级 是重要 对不对 你看又遇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 重要是什么呢 如果缺少这个软件包 系统运行就会困难 系统运行就会困难 但是系统不会崩溃 还是可以照样用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描述 还有下面很详细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大概就这样子能够来简单的去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包里面的一些内容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info是不是给我们另外一种提示 什么样的提示 就是这个包文件 这个包文件 大家想象一下 它的文件格式是什么样子 那么至少这些info里面的这些内容 肯定是它的这个文件的描述内容 对不对 这肯定是在文件格式里面所定义好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通过这种方法倒推过去 如果你来设计这样一些软件包 你肯定也会去设计这些属性 对不对 我们同时同样的我们用file 我们还记得我们的share命令吗 我们通过file 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的一个文件格式 你看它会提醒说得很清楚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dbin的二进制的包 格式是2.0 蛮有意思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包里面具体的一些内容 有哪些文件 contents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列出了这个包里面的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内容 ok 这些 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再想象一下 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到处它copy的目录 就是这些目录啊 对吧 很有可能 它copy的目录就跟这些有关 就跟这些有关 那么我们一看到usr 我们就知道类似于windows的program files 那么所以这些文件可能就会考到这个这些地方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运行库啊 还有程序啊 这个main的话是一个帮助 对不对 啊 所以我们 还 还有哪些内容呢 这是二进制文 执行文件 肯定是放在这个地方 配置信息 肯定是 可能 这是共享的一些文件信息 可能会放在这个地方 OK 就此大家都比较清楚 那么至此的话 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就 简单了解这些就够了 关于我们的 关于我们的这个包的程序啊 的package 我们就简单了解这些就够了啊 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下来可以去演练 给大家安排的一个任务 任务 一定要掌握 不要说一定要掌握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包的 地步包直接安装的一个缺陷 第一 不能主动的从镜像站点 获取软件包 第二 安装软件包的时候 不能够自动安装相应的依赖包 那么所以当我们 它所设计的依赖包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系统都没安装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一个程序安装起来 是不是特别复杂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并不利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安装 对不对 那么 但是我们如果要自己来制作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包呢 这个还是有必要去学习一下的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一个简单的地步包 我们只需要用杠币 我们刚刚说了build 对不对 杠币就可以完成一个打包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真正自己发布商业应用程序的时候 要做的内容实际上比较多 因为我们既要往里头打包什么呢 打包我们的内裤 打包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打包配置信息 还要打包我们的帮助手册 对不对 那么 这些内容 就要放到 一起放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在这里如果要讲的话 又会花大量的篇幅 因此我打算等我们学习了Linux程序的开发 之后我们再来讲解 那个时候我们讲商业程序发布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OK 大家还记得这里顺带提一下 给大家讲一个烧带 讲一个小吧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在做命令 用这些命令的时候 我是不是用了Tab 用Tab的自动补权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在Ubuntu下面 我们的自动补权会失灵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通过BNG ETC ETC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配置信息都放 我们的配置信息都放在一起